今天这种情况下 我就有点承受不了了 就像摔兔子似的 就是心就掉了 老年相亲都这么生猛吗 吓得七七赶紧打上马赛克 刚上来就问这个恶骨的问题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属实牛逼克拉斯 这两天老铁们这情度不高呀 咋的你们是不爱七七的吗 喜欢的扣一不喜欢的扣二 让我看看有多少老铁是俺的忠实粉丝 金德泉68岁 丧偶无负担 这个大叔看咱节目得知有好看的大妈 给节目组连着打了三天电话 要报名参加 要问大爷找娘们有多拖欠 下着大雪还亲自来接红娘婿相亲 大雪天相亲 多不容易 你还来接我们 我们坐这后面啊 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就行 行 我能接 哎呀我去笑不活了家人们 心疼小红娘五分钟 咋也没想到这大爷能给红娘塞后背相聚 知道的你是去但没人相亲 不知道的以为你拐骗未成年少女 这一路给小红娘窝背的腿都蹲麻了 你说你年龄要求阿姨的年龄是必须是57到58的 我不找40大人 我找能找40大人吗 你不行了他堆在那能找能行吗 你看5857 别看大爷长得其貌不扬 还有这浓缩的个头 长得也在为鼠眼呢 都快70了 找老伴要求还不低呢 老伴这我小6岁呢 老伴这我先死呢 这么长时间呢 老伴 老头子辞整得还不少 真是老五猪带兄赵 你是一套又一套 总而言之就是得比我小10岁 差一岁都不行 咱就说你到底有啥也敢这么要求人女方 这老伴我跟你说有没有啥 还是好找 孩子一人翻三个楼 一个 还有那些地 孩子一人得70万 都得完的 现在都拿到手了 都拿到手了 齐算 完了这还有我房产大 房产两亩地 就那之前呢 1500亭都是440 上那里还有点城堡田 我还得占40万 大地还有两亩多大田 这一家八 七百十万 还有存款的 我错了大爷是我草帅的 大爷这国家产秀的也是没毛病 一套房70万 三套就是210万 还有城堡田 还有40万存款 零零总总加起来的有300来万 这可谓是农村老头里的天花板 我觉得你提着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大 就这条件七七都相中 要不我去给你当保镖剧吧 不多一个月给我五个钱就行 再给我交个五显一金啥的 等等有激情啥意思 这个年纪还想着整点啥吗 真是老太太钻被我给也整了 接着小红娘就找来了第一位激情大姨 王红59岁 丧偶有房无负担 光你年轻有气质面相也不错 虽然我要求不高 但你也不能啥人都给我介绍啊 这个年纪不挑找的好看不好看 但是从没经过发现 不是我得猜 他这个姓不好 姓不好 金王室吗 这个事吧 怎么的呢 古来就是金子跟我王谈的 就不打何求人 我陪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 还姓是不好你来算命的 但来都来了还没闹你 也不能让人走啊 还是做一下闹骨拍钱的吧 我要打人打人多大岁 我59岁 59岁 说什么呀 我是虎的 1962的 这不玩独子了 大爷说找小十岁的这个差九岁 别看这老头年纪的还有老人味 人今大爷还想不住你的 大妈说了我是找个老班登记的 可不是来你这当免费保姆 对 我想找一个就是得领证的 你听我这些事我先给你了啊 领证都不 我还是就找领证 你不能接着个到哪儿去 干啥一下子 也不是那个家庭 我的意思呢 我想找一个就想找个本分人 第一我注重人品 好坏的现在分不了 得做着看 人得做着看 他听不懂 不是我说好 大贝勒我这么 我说你我做的可好了 那个啥事 那个谁也保证不了 你可以就坐着我坐着你看 你要是不会落壳就别落了 给大妈整的一头雾水 俩人说的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张二合是摸不着头脑啊 咋的大爷是太寂寞了吗 这么猴急让大妈去你家住 你这是裁缝不带齿 纯心不良啊 刚才还说大妈的名字和你范冲 这会咋又这么着急 把人领回家呀 大爷讲话了 他过够了双人床单人税的生活 现在只想找个年轻女人 来给他赔床 问这问题人人家咋回答啊 你不要脸大妈还要脸呢 老不正经的玩意 刚才问人家啥会来你家 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案好心呀 我首先告诉你 我身体非常好就完事了 我不能跟你说别的 是不是 我是身体非常好 有些话我可以直接说 就像夫妻生活 过日子了 有些话我只来只去去 有些就是需要贝尔的话 那不可能就太直接了 有点尴尬 接受不下去 就太冒犯了 真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要不是摄像机拍着 大妈都想给这老鼻灯子两脚 真是一点素质教养都没有 有点太直接了 问了 我没法回答了 觉得这样的人还能继续相处 真的不想相处 不想相处 不想 因为也别打我眼睛 他那么着急 面目上我一瞅 好像不怎么打个眼睛 我瞅着 这意思就想 就他跟我 就像不怎么合适似的 我就瞅着 就你这样的 谁愿意搭理你 赶紧拉倒 不过近代追寻 爱爱的脚步从不停歇 赶紧进行下一个 嗨 这呢 孩儿啊 来了孩儿 太直爽了 我性格直 直性子 该咋是咋的 那时候打了嗷嗑的时候 我心想 我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阿姨呢 我可想见见你了当时 这回你看见了吗 我这性格直性子 给你添麻烦了 吴淑如58岁 基本属于三无人缘 吴大妈是个性格直爽的人 平常就爱打门的美美大拍照片 刷朋友圈的时候 我说 我就往下翻一翻 这容易 接着呢 我说 这刚好他出门相亲 派个雪地上拍上这儿了 早上没事了 我说那个下楼 我们对面有个街口公园 然后我说 拿个字拍个 我说拍个视频段 照两照片和个雪地 我说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我说 我说要的效果 这挺喜欢的 哎呀 我觉得这都可以看见本人 不然还以为才40多岁呢 咱这是正经相亲节目 玩的就是真是姐弟气 来了 你好 又在紧张 我一老紧张了 下楼前就跟我说 你紧张点什么 谁不得你紧张点 这个是金德全叔叔 然后这是胡叔荣阿姨 胡叔荣阿姨 大妈一到他家 这老金就直勾勾盯着人家看 咱也能理解一个老光棍子 当了13年的官夫 内心也是想当的饥渴难耐 赶紧 岁数是 其实是照我大了不少 年龄上有点差距 确实是有点差距 你不知道大爷就喜欢小是岁的 大妈是个实证人 金大爷可不是 和上个大妈相亲差点挨绝 接下来和胡大妈的相亲 又能否顺利进行呢 嫂子走几年了 车祸没了 几年了 12年了 13年头了 那你一直没找 找啥呀 孩子小 都经过孩子 就 痛苦就我 最痛苦的嘛 咱就说大爷 你说这话心虚不 我可没看出你多悲伤 上个大妈没说两句话 就让人家住下 你这13年找的 不下一百个吧 看给大爷都憋成啥样了 大爷就是妥妥海王一个 大面积撒网不语 只要是个年轻女人就行 主要是岁数小的好办事 不过接下来胡大妈的一番话 瞬间把大爷热情 似火的心浇灭了一大半 有啥事我得说呀 你这又不是温度你 你那不都得说吗 那个心脏不是那么好 法案也不是那种心脏病 心脏到什么程度 我打听打听 我打听打听 最高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时候休息不好了 着急上火了 有时候心慌 就是心慌心跳 挂不得大妈这么存住气 原来是身体不行啊 这不是都大一碗吗 要不是红娘他们哥这 大爷都想脱裤子了 你给他整剧你来势了 今天这种情况下 我就有点承受不了了 就像摔兔子似的 心就咣咣就跳 有时候我就吃点单身片 有时候吃点单身片 就完事了 大爷还指望找个年轻的 伺候他们 你这不纯纯给他找负担吗 你这万一玩着玩着激动了 一家子哥批了可咋整呢 这是不就玩犊子了 金大爷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说下了节目以后再结束 其实说白了就没有以后了 红娘爷赶紧结束了相亲 生怕大爷在说和大妈那啥呀 节目组可赔不起啊 看到这七七就想说 这糟老头子根本不是 找老万大货过日子 而是想找小娘子过夫妻生活 她骂了个八字 气得我正已经不知道 用啥子骂她了 老逼灯子啥也不是散会吧